我要上面滑下來 民眾排成人籠 將裝著魚苗桶子 用人力接力方式 緩緩放入大海 儘管海面上風浪大 但民眾小心翼翼 將水桶往海裡到 海大附中150位學生 親自參與魚苗放流 希望魚苗能夠回到大自然 好好生長 可貴的景點也讓我們認識到 這世界上 有很多地方需要 我們賦予 為了讓海洋資源永續利用 金融漁會、海澱、海洋大學 及金融市政府 舉辦了魚苗放流活動 總計放流、調石雕、加蠟 各五千條 魚苗放流放流的 總類有調石雕跟加蠟 今天是放 我們一起放三萬流 今天是放一萬流 六月以前還有兩萬位 會一起放 今年特地跟我們基隆區漁會 來合辦 在基隆市沿海的地區 來進行魚苗放流 今天預計是要放流 一萬位 到明年六月底之前 預計會再放流兩萬位 總計這一次的放流計畫 總共是三萬位 希望藉由這樣的放流 能夠來增加 豐富我們的漁業資源 也算盡我們企業的社會責任 魚苗放流選在海科館 滨海休閒園區停車場 也是每年放水燈的海域 海洋大學透過生態研究 及事前的打標作業 未來將針對這批魚苗進行研究 我們這次有做身上的標籤的打標 就是便於大家能夠知道 這一批就是我們放流的這個魚 那如果漁民未來或者釣客 未來有釣到這個魚的時候 就跟我們回報 那我們會去追蹤 我們什麼時候放 到它長大的時候 總共長大了多少 對不對 那回補到底的量有多少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 整個放流的效果好不好 那這個就是在 也是這次活動裡面 也是結合了科學的研究 所以我們除了打標之外 我們還建立了這一批魚 所有的基因庫 也就是說 不是只有這個標 那如果以後我們在賽事場裡面 或者是釣客裡面 我們去起樣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哇原來這隻魚是在今天 10月28號放的 這個我們都可以追蹤 也就是我們結合了 最新的DNA的分析技術 除了這次也放1萬鮪魚苗 中區會將在明年4月 再中於海域也放2萬鮪魚苗 期許海洋資源孫生不息 記者黃少鳴基隆報導